2023年年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开启了他的外访行程 一系列的外访行程,表面上看,核心是七国集团 是为日本按照七国集团轮换的规则,今年成为轮支主席来做准备 但是呢,大家会看到的是,这一系列的访问行程,尤其是其中涉及到访问乌克兰的行程 很显然,日本所针对的并不是今年的东道主地位,并不仅仅是七国集团这个框架 日本是有很多自身的打算的 说到日本自己的目标,首先会看到在安全、在经济等层面 日本试图来进行议程设置,来达到当前日本政府推翻专守防卫原则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以及规则制定领域,凸显日本地位的一系列的目标 说到安全问题,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自身所受到的安全威胁 以此为借口,不断的弱化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而这一次对一系列大国访问的过程当中,日本更加强调的是 希望当前在安保政策上的巨大的变化 其他国家能够给予支持,能够给日本开绿灯 在国际社会上,要营造出所谓更多的支持日本的氛围 这才能使日本政府放开手脚 包括最终修宪的目标,都在预设的目标之内 那么对于乌克兰进行访问,从乌克兰危机来投射到亚太安全问题 也是日本惯用的手段 以此为自己的安保政策的转向 为突破战后国际规则来制造更多的契机 寻找更多的借口 那么另外呢,对于这次的行程 日本媒体很明显强调的不仅仅有安全问题 还有经济问题 其实涉及到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安全化,经济与安全相联系 也是日本惯用的一些手段 其实在此前呢,日本就就经济问题发出过一些信息 在日本看来呢,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 似乎呢,日本是无害的 但是呢,日本往往把因为自身的政策的转向 造成的两国关系的变化 以及对经济合作领域的影响 要把责任全部推向对方 日本呢,要完全免责 所以呢,日本针对自己近期的一系列的动向 可能会产生的一系列的影响 很明显是以公为首 首先呢,在舆论方面 在营造氛围 同时呢,在经济方面 尤其是规则制定方面 也在做一些准备 显然,日本有一套大动作 那么另外可以看到的是 这次的访问形成了具体的设置 尤其是最后一战是美国 也反映出的是对于现在安全政府来说 不但有自己的算计 还要考虑到美国的关切 要与美方形成更紧密的互动 要以日美同盟为基州 来设计日本的安保外交政策 所以最后一战设计成美国 那要与美方来进入深入沟通 要把访问形成当中的信息进行汇总 那同样对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 尤其是美国往往借助盟友伙伴来落实自己的目标 日本是有配合的意图的 大家肯定还会记得 去年美国就利用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 推出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替代性的方案 是作为大国竞争的手段之一 那么今年当日本成为东道主的时候 美日之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日本仍然会帮助美国落实美国的一系列的计划